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只教了技技巧之后 然后自己练 但是成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 然后一年之后 然后又再找了一个机构 口语是提升了 但是一直卡在阅读方面 一直卡到我在找大西瓜之前 我练习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刷题 就是刷题 然后阅读方面的话是只能被打 因为完全没有个技巧性在 然后后来我在接触大西瓜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学习的方法是错误的 嗯啊对 OK好能够呃凤同学能够方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有听咱们老师说过 在背靠三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考过很多很多次pt 对吧 能否给大家透露一下 咱中间这个曲折的过程大概有多少次呢 啊加这一次是26次 26次也是真的非常坚持对吧 但还好26次的时候咱把这个分子拿下来了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提倡开心 OK 希望大家明白这件事情 就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长期性质的这种卡分 那就比如说我知道 可能之前是阅读口语啊 在包括有些时候听力 会在这个患者患者出现卡分 但阅读可能卡分更多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在我们大量刷题的时候 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进步的时候 那我觉得咱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去调整自己的方向了 因为其实咱们已经很努力了 只是说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 那我们其实相当于是在错误的大路上狂奔 而如果继续狂奔下去带来的结果 也一定是会让自己劳盈伤财 两百俱伤 对吧 对 是的 好嘞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是想问一下凤凤学 在来了咱们大西瓜之后 有参加过那些课程 然后都在这些课程当中 得到了各种大老师想让的帮助 能帮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吗 分享一下吗 啊可以 我一开始就是上了一对一课程 一对一课程 是重点是RA 然后阅读方面的话是那个FIB 还有SWT还有RO 那然后那个还有整体班 然后之后我又上了 我又上了那个浸泡营 我又上了浸泡营对 然后跟老师的教学方式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因为跟我之前学的不一样 很久很久以前的七个教我的 这一次教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也是针对老师的方法 就拼命的去练习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但是我就觉得进步真的很大 尤其是像我这种很爱拖作业的 OK 我知道咱们工作非常的繁忙 对吧 基本上现在是全开上班 因为要走过 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一定要得到一个保障的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有讲的 其实可能现在的学习方法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可以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卡口语的情况 对吧 那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聊一下 在口语这个部分当中 咱们的转变有什么 然后是什么样的转变 比如说技巧性会练习方法 让我们这一次就稳稳的把口语给通过了呢 第一就是咱们老师教的就是强强强强调就是义群 然后义群乱句 然后那个 就是不要去替代词 之前之前我只注重流利度 所以那个每次在那个阅读的分数 常常会会卡分的原因 就是我的RA的阅读分 我RA的阅读方面是没有给到分的 所以那个老师是让我重点练习 就是如何去发音 发得好 如何去拿到内容分 然后如何去把义群做好 施暴做好 所以他给我发布的做作业 他给我发布的作业就是重点 训练 当然那个 我记得我写了12天 因为我12天之后我就考试了 对吧 真的是在前三天四个折磨 因为很难念 对我来讲的话非常难 对呀 因为那个我的老老老是说的 那个肌肉记忆还没练好 所以前面会很困难 然后后面后面开始之后 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轻松 嗯嗯 对越来越轻松 是的 我们可以现在大概总结一下就是 为了让我们再去说 彻底的突破阅读卡分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狗语卡分 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是呢 尽可能在RA当中 不要去做任何的单词的替换 对吧 因为一旦替换 是的 这个单词其实说实话是根本拿不到内容分的 就算咱们拿出来了对应的流利度的分数 和一部分的发言分数 但是因为整体的这个内容的占比 才是真正高的 包括我们凤之前也考的很多事都会发现 我们的流利度的分数 我们发言分数 如果就算平均分的话 就是比咱们整个的这一个 就是口语总分更高的对吧 那那个时候就说起来 我们内容分出现了问题 所以一旦在这种情况 它这些内容分的问题之后 尤其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50分段 这样一个分数的话 那莫必要解决的决定 先不要去换字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练习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得要有一个循序进进的过程 而不能一口就想吃成一个大胖子 所以每一次在前顿的联系 肯定是吃苦的 但是呢 一旦我们按部就班的完成下来之后 有可能仅仅只是三天的时间 对吧 那三天的时间 整个读下来之后 哎 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突然突飞 濡进的感觉 对吧 对对对 是的 那也接下来想和我们凤同学聊一个 相对说比较细节一点的问题 因为咱们现在开始之后呢 就没有才是没有开始去做这个啊 阿A当中换词的处理了 那么遇到生词之后 你自己觉得 你现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然后给你带来的转变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学会知道 那我不换词我应该怎么办 啊 说说真的 我在这次考试的时候 还真的遇到了 前面四个单字是非常难 然后非常非常长的单字 然后之前老师是这么教的 你就对照他的发音给念出来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念念出来的话 那你就 就给一个长得很像的 对对对 给一个长得很像的发音 然后念了就过了 不要在那边纠结 千万不要纠结 因为你只要一纠结 你后面的那个分数就没了 只要一纠结的话 你后面的会跟不上 后面会跟不上 所以我就 我就非常的索性的 就直接 直接非常草率的念完 就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然后后面 后面整段都非常的稳 非常的完整 心态 心态千万不要崩 千万不能崩 心态只要一崩了就完了 就完蛋了 对 就是这样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在遇到 生词的过程当中 给了一个相对说表情词的发音之后 机器实在这个时候 就是有机率扣我们一点点的发音分数 但是会把这个地方 单字的内容分还给他们 对吧 一旦拿到了这个单字内容分 就算损失了一点点发音分 其实也是不足为过的 而且刚才凤同学 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其实生字或者是男字 在整个文章当中 可能出现量也不是特别大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单词读好 其实关系也并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还有大面积的单词 我们只要稳住了自己的心态 好好把后面东西读上来 其实整个人状态都会是不一样的 对吧 是的 OK 这次在被考的过程当中 咱们的阅读准备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转变 哪些题目的答题思路 有了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因为之前在结束大西瓜之前 我基本上就是刷题 就是被答案 因为我的词汇量很低 然后第二就是语法方面的话 也不太行 所以在透过老师指导的时候 老师先教我识态 然后词性 你利用识态和词性 然后去搭配那个答案 然后胜率会很高 因为我考了这么多次的经验 阅读的FIB的重题率 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如果真的不是要提的话 用这个方法去做 去做技巧性的练习的话 是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像我这次阅读 就是靠他拿分了 RO也是 RO的雷达词 还有词性的正负的性质 像我这次考试的时候 也考到了 也考到了 因为我RO有两题 最后一题就是有正负性质的 转折之后有正负性质的 我也考到了 虽然我不大懂上面的意思 但是我还是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转变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尤其是我们现在50分段 就是遇到了同学卡分的情况 很多人会觉得 其实可能基础有很大很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其实也不愿意花这个时间 去稍微的强化一下我们的基本功 或者是在技巧去 其实老师想的很多技巧 对我来说在某种情况之下 我基础有这么大的提升空间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 但反倒我们把这个方向上的问题改变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拒绝这种死进一辈式的刷题 因为毕竟死进一辈式的这种刷题 所以咱们现在来说 一旦这个机器没有办法命中 或者是就算是命中 它稍微换了那一点点东西 咱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两眼一抹黑 就非常抓虾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尤其是50分段的同学 我觉得上对来说强化强化技巧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学会一些举一反正的做题方式 做题技巧 能够让我们的表现变得更好 对吧 对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有聊到就是刚才有讲到 这个关于一对一层面 技巧层面上的一个转变 那也想放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来了咱们这个浸泡营之后 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哪些东西有感觉到彻底的改变了咱们 第一就是 真的可以解决拖延症的人 因为如果我没有在进浸泡营上课的话 说真的我可能会一天打鱼三天晒玩 对 然后浸泡营的气氛特别的好 尤其是我学生与学生方面 我们大家都互相免利 然后老师教学方面也是特别的特别的好 有时候真的特别的严肃 有时候 我们可以一体的说一下严肃这个方面吗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 他很想了解到进浸泡营里面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模式 就比如说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进浸泡营里面严肃的方面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真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WFD 对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老师 老师在让我们答题的时候 我们写题的时候 如果有错的话 我们都必须得发写 然后一开始 我一开始我没有练习的非常到位 所以我发写了超过一千多遍了 不过真的 对真的有效 因为你只要发写过之后 你不会忘记 你真的不会忘记 然后进浸泡营老师的教学 都是教得特别好的 非常细心 而且老师会针对每一个同学 不一样的需求和不一样的弱点 是说弱点 就是不足的地方 老师会一个一个的去纠正 老师会一个一个纠正 针对每一个学生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还挺开心的 每天都还挺期待上课的 虽然有被罚超一千多遍的WFD 虽然有被罚超一千多遍的WFD 但是任何做的这个过程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深学性的考试 它是只要我们努力了之后 它就能够带来回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哪怕过程苦一点 但最终得到了咱们想的结果 这其实就非常的开心 对吧 是的 是的真的 你可以 如果那超的一千多遍还在的话 你到时候可以给我排上照发 在我们的那一个群喵里面 我们到时候从个党来到 比如说到时候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 虽然咱们现在超了一千多遍 但是这一次考试里面 我们的拼力分数和我们的写作分数 是不是已经来到一个史无前例的 最高分的一个阶段 对吧 对 真的是拖WFD的福 OK 所以只要把这个题做好了 这次考试也都是全中的对吧 对对对 很权重 我考 我运气好 我拿到了四题 四题全中 四题全中 对 所以整体的完成度也算是非常高的 对吧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在大西瓜给咱们Fone提供了这么多的备考财票当中 像我们的什么易经经 像我们的网站 像我们正题预测 这些部分当中 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想给大家推荐的部分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 就是其实易经经和网页的练习部分都得要做 因为大西瓜它提供的特别的仔细 尤其是 SST方面的 大西瓜特别细心 它有分段 像我50分段的 我只要记住 那个大西瓜提供的关键 就是关键讯息就行了 关键讯息就行了 因为我要在SST 哪分有时候写 我会怕写错 所以我有时候会 大部分都是用模板 但是有关键讯息的话 我边听然后边看 我就知道 那个内容是要这么写 而且他们有基本答案 然后网页练习的话也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在练RA的时候 还有WFD的时候 FIP的时候 那都是非常的方便 我可能是觉得非常方便 然后考虑讯息放的对吧 对对对是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咱们 虽然刚才有提到过 但我们这次可以再好好地想聊一下 因为在大西瓜 我们的这个针对预测 包括我们的益金金 有强调过在有四个部分的题目 一个是我们的SST 我们的WFD 我们的SST 我们的SST 这些题目咱们预测是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命中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这次考试是否有如我们所说的 是在这些题上做到百分之百命中的呢 是百分之百命中 真的百分之百命中 WFD是真的百分之百命中 因为呃在考的时候 在考的时候四题 四题都是从WFD出来的 全部都是在里面出来的 呃然后RA的RA也中了一题 啊RA最难中的中了一题 还厉害 是吧 啊SST全中也是全中 啊SST全中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 因为凤红水我们不知道 咱们是经历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一个低谷期 但是呢我们在不放弃的情况之下 最终还是坚持的拿到了自己最终的目标分数 那么你想问一下凤同学 就是如果你想和我们现在正在背考的同学 分享一下你这段经历的话 不论是在心态前面上 还是背考这个策略前面上 有点什么想给他们讲到的呢 啊有有 然后我只是我希望勉励各位兄弟姐妹们 大西瓜的兄弟姐妹们 呃一定要按照老老老老师的方法去做 真的很有效 尤其在呃呃 不管是一对一啊 浸泡营或者整整体跟着老师练习的时候 真的是要跟着老老师的方式去练习 然后第二就是心态方面的话 就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崩溃 就是呃你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松心情去考一定要放松心情去考 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任何的一个难题 而让我们整个答题心态受到了影响 我们最后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整个被考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但是最终还是和我们这个目标分数有一点点距离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调转我们的方向 用最正确的方式和最正确的这个内容来进行一个提高和训练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你可以在更短的时间之内拿到咱们的目标分对吧 对对好嘞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访谈呢就到这里 也非常开心凤同学能够在百分之中抽出他的时间 我们分享他这一段PT备考之旅 虽然过程可能起起伏伏 但是最终结果好一切都好 我们最后呢再次的在这里感谢我们凤同学 接下来祝他的一名一切顺利好吧 好好谢谢这个老师谢谢